这些啊 这些 我都包了 公子好爽快啊 过气得很啊 二头 带着公子去结账 不是 你让我先看一眼 看一眼我去结账 这边公子这边请 你别怪我呀 师爷 大人早 师爷早 大人吃过早饭了吗 吃了 师 师爷呢 嗯 我吃了一滴包子 一碗豆浆 一块桂花糕 一块白鸡蛋 没有 不懂 大人 大人 师爷 那个天象楼突然间来了个人 不但撕了封条 还把里面的东西拿来拍卖 要不要 我去把他抓过来 谁有这么大胆 走 就算了 就算了 这 二头 什么 这妙妙生 可是你们同龄人士 是啊 他还是我们同龄新上任的师爷 不曾想 远在天边 就近在眼前 重新开招了 大人 你快看 是有新老板了吗 不应该啊 这天象楼账簿上提到的所有的 我都查遍了 看来这次 把封条撕开的人埋头不小 我去看看 谁啊你们 怎么看 谁啊 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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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猪 猪 猪大聪 你怎么在这儿 真是你啊 娘子 真是你啊 娘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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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哎呀 乖 乖 男子 大人 这怎么办 先回县衙再说吧 走 姐 你别走了 晃得我眼睛疼 你把眼睛闭上 姐不走 头疼 那唐大人跟周大聪聊得怎么样了 他俩还没见面呢 唐大人就回去了 什么理由啊 上月城北姑苏向 状告邻居偷摘自家 红杏的周大娘的女儿 生了儿子 拌满月酒 给唐大人送的红鸡蛋 再不吃就要坏掉了 你觉得这个理由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信啊 那唐大人应该有足够的时间 冷静思考你与朱大聪的关系 你说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济南之府再厉害 那手也不至于伸到同龄来吧 那朱大聪对你执着得很 可你偏偏逃了他的婚 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恨你 还是依然死心不改地爱着你 卿尘 爱这个字不是这么用的 知道吗 我逃婚没什么不对好吗 我逃婚理直气壮 我是永远不可能 跟不喜欢的人成亲的 我要让他知道 我跟他之间 坚决永远完全不可能 那怎么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啊 烫 姐 我应该要调不定当睡的人啊 我应该要调不定当睡的人啊 我们可以用开水烫 烫 烫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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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道理在女人眼泪面前都是废话 你不信我治不留你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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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大葱 你干嘛 坐着 我的葱还我 大人 我与娘子的婚书 你已经看过了 还请大人明见 我俩早已过那采那弊之礼 只差拜堂 请允许剑内 辞去县衙师爷一职 好与我顺利成婚 朱大葱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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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凭什么让我辞去室业一职 娘子 这世道 哪有富人抛头露面的道理啊 再说了 这县衙月封才多少 暂至于辛苦 挣这点莲花钱嘛 至于 很至于 你之前不是说要写画本子吗 我把这书社买下来 以后你想什么时候写 就什么时候写 咱再加写 如何 用不着 赶紧走 那好吧 还请大人裁决 这婚书可否立即生效 生效 生效 让你生效 生效 娘子 此乃公堂 不可是理 这位朱公子的诉求 我大概听明白了 但是你私拆县衙的封条 还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把充公财物都卖掉了 你可知罪啊 您可知罪 说个数吧 我朱衙内 如数奉还 来人 把这位财大气粗的大聪公子 拉下去暴打十五大本 唯吾 唐大人 本公子 本衙内 知府之子 你 打我吗 跟你是谁的儿子 有什么关系吗 你私拆县衙封条 最重要的是 还企图贿赂本官 打你十五下 已经是最少的了 下去了 朱衙内 请吧 娘子 等我 大人您应你 躲至你 坐下 娘子 什么 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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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 好